重要报告 9月24号至26号 李克强在江西考察时强调 贯彻党的17届四中全会精神 推进经济转型 创新发展模式 好 继续来回顾新中国13次阅兵的光辉历程 1999年10月1号 新中国成立50周年庆典在北京举行 在相隔15年之后 天安门广场又一次举行了盛大的国庆阅兵 一批我国自主研发的新型装备集中亮相 1999年10月1号 我们伟大的祖国迎来了50华旦的光辉日子 在与1984年国庆阅兵相隔了15年之后 天安门广场再次举行了盛大的国庆阅兵 10月1号 一场秋雨把首都北京清洗得格外美丽 天安门广场鲜花针烟 采旗林役 一片香火 换人一心的金戈铁马 从东长安街滚滚而来 威武雄壮地通过天安门广场 历经72年辉煌历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在这里庄严地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 首先进入世线的是三军仪仗队 从1952年3月正式组建以来 他们执行任务两千余次 为共和国赢得了尊严与荣誉 这是十三次国庆阅兵中兵种最多的一次 陆军航空兵 海军陆战队 武警特警和预备一方队 第一次隆布到寿越大军中 参加1999年国庆阅兵的部队 包括17个屠副方队 25个车辆方队 10个空中梯队 11时05分 在压阵的第二炮兵 四个战略导弹方队 实定广场的同时 首次由三军航空兵 连格组成的十个空中梯队 呼啸而来 25架涂着泥彩的神圣机 和107架新型轰炸机 强机机 尖机机 飞越田安门上空 此次阅兵 第一次向世人揭开了 国海军新型舰载武器的面纱 而第一次出现的加油机梯队 更向人们传达了一个新的信息 中国空军远程作战能力 有了具有战略意义的突破 从纵横陆定到豪墙航空 从小米加步枪到两弹一星 我国国防装备不断艰难化 参加授业的部队 以强大的阵容 雄爽的气势 精良的装备